我们再说两个关于蔚来的观点 在别的地方你肯定听不到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 你可以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蔚来是倒车新势力里面最有钱的 也是车系最多的 它所有的价位都在30万到60万之间 所有的车都集合在这个区间之内 这个会很有问题 很多人是觉得它的车型太密集了 很多人希望如果蔚来能出个 20万上下的一个车 它应该能卖得非常好 但是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做的 因为小鹏P7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代价 它卖20万出头 本来没什么利润 之后特斯拉一降价 竞争一激烈 把它就卷死了 所以我觉得蔚来做的最对的地方 就像是在它入局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了别人一步了 它如果去坐廉价的车 就像是去坐百事可口可乐一样 如果你做不到很低的成本 那你就会被别人卷死 所以最好的还是做一些 毛利润比较高的车型 它聚焦于30到60万这个期间 既卷了它自己又卷了其他的人 把什么保时捷还有什么德系 欧系的汽车 把那些的用户都给卷过来 它就能活下来 我觉得这是它走的唯一的一条路 如果真的是要坐20万出头的车 还要坐换店的话 那一定是死 但是有人说 蔚来不是已经坐了20多万的车吗 其实不是的 它那个只是一个变相的降价 允许你租这个电池 但租电池的模式非常的坑 你租电池的钱你也要付 也是分器的一部分 相当于你把原先的车款 拆车两部分去付 总价其实是没有变的 比如说你玩个10年的车 这个车的价格反而会更贵一些 下面说第二点 蔚来有个最大的特点是 它这个电池可以换电 但是它这个电池换电本身 其实是坑新用户 补贴老用户的一个方式 后面很多的新的电池进来 可以供它的老用户置换 源源不断的有很多新用户进来 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天 它的这个新用户增长 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就会暴露出一个问题 蔚来得要自己掏钱 买很多新电池进去维护 锂电池你放着不用一号 然后你每天都用一号 它都是会有严重的衰减 等到第五年的时候 它就会衰减得非常的厉害 就像是手机一样 但是蔚来可以换电 换电的话 它换下去电池 其实性能可能就不达标 不达标就得要有新的电池补进来 那这个就是成本 这个成本我认为是非常惊人的 为什么呢 蔚来的电池 它最便宜的电池通定服务 就是每月交980块钱 再加额外80块钱的服务费 也就是每月交一千多块钱 它提供的电池租赁模式 其实是给那些收入能力 比较差的一些人 给他们提供的 所以它卖这个电池租赁 你就不可能卖得非常的贵 一千块钱 其实应该是和它成本比较接近 就算它每个月 电池更新要花八百块钱 一年也要花个一万块钱 这些都是表面上的成本 等到它电池衰减以后 未来要花新电池进去 那样的话 它需要额外 可能每样的车 还要再支出额外 十多万的成本 可能未来 它以后的财务会更难看 这也是我对未来 最担心的一点 我们再对未来 我们再担心的东西